TWICE台灣成員周子余人美心善圈粉無數 出道以來就擁有超高人氣 只要是TWICE的粉絲都知道 子余媽媽除了在台南經營醫美診所之外 還有跨族開設咖啡廳 子余以前每次回台灣時 也幾乎都會出沒在媽媽開的咖啡廳 現在更是擺設了許多TWICE周邊商品 因此成為了粉絲必去的朝生生地 沒想到今日卻傳出咖啡廳的房東 有意將店面出售 並開出總價1.28億元的高價 咖啡廳疑似即將協業的消息 傳出後立刻引發粉絲討論 大家都相當震驚 對此子余媽媽也作出回應低調表示 祖約還沒到期並不會轉讓 好友也帶為澄清 祖約還有好幾年經營也一切順利 被誤傳要收攤讓他們也挺錯額無言 看來粉絲暫時可以放心了 而日前台市長環衛者 為寵物友善空間掛牌時 第一家掛牌的就是子余媽媽的咖啡廳 東寶初還大戰環境優雅 餐點也相當多樣化 看來雖然不能見到子余本人 但咖啡廳本身還是很值得去朝聖的啦